欢迎来到掠影时光 晚上曼妮接到了一个电话 邀请曼妮带诚哥去治疗 这个地方地方偏僻又没有信号 确实是一个杀人毁尸的好地方 小吃店的主人是一个鸡肉大叔和一个非常漂亮的雅女 一喝完酒就在酒里面发现了蜈蚣 看到诚哥和曼妮被吓得大叫 大叔露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微笑 晚上吃饭时 大叔当着曼妮的面 邀请诚哥和自己的妹妹上床 曼妮面色不善却啥都没说 心可以说是非常的大了 第二天曼妮想要离开 但车子却坏掉了 和雅女眉来眼去有感觉了的诚哥 很高兴地和曼妮留下来了 大叔让诚哥半夜的时候 出来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诚哥嘴上说着不要 身体却诚实得很 果然在半夜的时候 在雅女的勾引下沦陷了 而此时大叔变态猥亵地逼迫曼妮 一边看诚哥和雅女做 一边忍受她的强奸 第二天曼妮依旧想要走人了 但是修车的傍晚才能来 在去找修车的人回来的途中 大叔向诚哥描述了 自己童年的悲惨遭遇 和自己的杀人过程 诚哥吓得要死 却让大叔再次露出了微笑 在大叔的指引下 诚哥踩到了捕兽夹 还掉到了山下 幸好没出什么大问题 只能拖着他的废腿 回到了小吃店 此时曼妮正遭受大叔的虐待 又从门缝里看到了 大叔强暴和杀人的过程 整个人都不好了 诚哥回来后 夫妻俩仅仅相拥 然后决定离开这里 两人成功拿到车钥匙 开始下车逃跑 曼妮突然告诉诚哥 他被设计了的事情 车也在此时不动了 大叔出现在车窗边 把他们带回了小吃店 就在诚哥即将领盒饭的时候 警察出现了 之后被大叔残杀 分分钟扑接 大叔在清理尸体的时候 雅女却突然放了诚哥和曼妮 两人疯狂地逃跑 跑进了林子里 但是很快就被大叔追上了 大叔打算一了百了干掉两人 妹妹雅女出现了 雅女用枪恐吓大叔 诚哥也趁机袭击了大叔 夫妻俩终于结束了 这一场重重危机的旅程 我是小颖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热影时光